斯里蘭卡 濃濃的咖哩味 而且它非常非常的飽滿 紅色清真寺 是可倫波的地標之一 建於1909年 特殊的外觀特立獨行 遠遠的就可以看到它的存在 尤其是 尤其是 Oh my God yo 各位 來 看到這個熟悉的場景 就代表我又來到了一個新的國度 那我們從台北這樣出發 現在是當地時間的十點 我們現在人所在的地方就叫做斯里蘭卡 我大概多久沒來啦 2017年的時候有來過一次 然後也待了十天 這次也會待十天 那我們從台北這樣出發 飛機龍坡五個小時 然後再轉機 大概一個多小時以後 再三個半小時才會來到斯里蘭卡 其實這樣其實蠻方便的 單趟的 飛機票大概是六千多左右 所以斯里蘭卡其實還不錯 那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一開始的問題呢 就是簽證問題 簽證真的是蠻麻煩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的落地簽 你在網路上其實可以先申請那個 欣賞前程 但是沒辦法 我們拿著中華民國護照呢 就是到了當地 到了那個海關移民館那邊 他還是會叫你進到小房間裡面 OK 那等一下來問一下 這次其實有跟黃毅一起來 就是久違的黃毅 之前他 我們有一起去那個 東北角的 衝浪勝地 中角灣那邊一起出現過影片當中 但是他很久沒有出現了 好 那我們等一下等他辦好那個網卡以後 我們再來詢問他一下那個 有關海關就是有關落地簽的一些問題 好 欸 如何 輕鬆嗎 輕鬆愉快 簽證 簽證是不是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好用 他沒有刁難我們 他人蠻好的 很快就進來了 就是我們下來之後 附了一個落地簽的60塊美金 附完之後 到一個小房間裡面 寫幾張表格 然後就進來了 就這樣 就這麼簡單 非常容易 吃飯喝啤酒 GOGO 既然簽證搞定 再來就是SIM卡的部分啦 30GB的網路200塊台幣 10天旅程非常夠用囉 那黃毅呢 現在在處理那個 建設的事情 我們這次行程非常強确 我們訂了今天晚上的住宿 在那個首都可倫波這裡 因為我們就想說10天嘛 慢慢的來 慢慢的chill一下 那最重要的活動呢 應該就是要來衝浪 因為黃毅衝浪真的很厲害 這是要讓他好好的教會我 那趁他在negotiate那個 價格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邊的匯率好了 現在呢 一塊美金是可以換到多少錢 我們看一下 一塊美金可以換到305塊的 當地幣 OK 所以呢 我剛剛換200塊美金的話 就是6萬多塊 那你換算成台幣的話 就是1比10 我一塊台幣可以換10塊的當地幣 好 我現在在問他多少錢 6000 6000 6000 就20塊美金 6000 6000 那 那 那 我們現在就是要跟著我們的司機 最後是多少錢 黃毅最後是多少錢 我們現在有點一團混亂的概念 等一下喔 我們要切一下鏡頭 對喔 然後 我說太貴 所以要變多少 然後我想說 我殺個4000 結果他就直接說好 完蛋 結果是不是開太高了 沒有 我們殺太少了 沒關係啦 我覺得我們兩個人可以這樣分是OK的啦 所以現在就是 到市區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離那個Ringambo比較近 然後呢 到 可倫波 首都 這邊大概是要多少 多久 大概是要30幾公里 35公里 35公里 但是35公里400塊其實算很便宜的啦 400塊台幣 對 400塊台幣 OK 那我們現在就在等車子 好 那因為其實在這邊的話 嗯 它有一個叫PickMe的一個App 然後是可以直接叫車 但是你也剛才看到 在整個可倫波機場出來呢 非常的混亂 好 那我們就沒關係 花錢消 沒關係 反正我們兩個人可以share 這趟就不要 就不要太計較錢了 要不然每次我拍影片 大家都說 才那幾百塊那邊計較 這次出來當大爺 其實機場離Ringambo這個城市比較近 所以很多人都是從這裡 開始遊歷整個斯伊蘭卡 但我們反其道而行 就直接前往可倫波啦 好的 飯店非常的不錯 王毅這樣一個晚上多少錢 一千出頭 九百 九百 一千塊出頭含睡 而且我覺得非常非常的乾淨 但重點呢 它還有一個小陽台 再加上你看這個廁所 Burban 好 乾淨最重要 那其實在這邊 在這個斯伊蘭卡 隨隨便便都可以找到 非常便宜的住宿 甚至一個晚上 可能兩三百塊的多 我們就可以了 但這次的話 我們兩個人 我們可以share一個空間 像我在剪片 然後黃毅在工作的時候 不對 黃毅現在沒有工作 有喔 我有工作 有喔 現在有跟 對 都給你講 對 要不然你怎麼可以 跟我出來那麼久了 好 我們現在要來點個外賣 那剛剛有說嘛 就是你在斯伊蘭卡這邊可以下載那個 PickMe 這個東西呢不管是 就有點像UberEats 還有Foodvanda一樣 但它多了一個轎車的功能 重點是我們剛剛 用PickMe來查了一下 從機場到這個Clambo市區 30分鐘大概需要多少錢 我們剛剛是付4000塊對不對 其實也差不多 如果你搭Tutu的話是2500 就250塊台幣 那如果你搭那種房車的話 油冷氣的 3500塊左右 所以我覺得這個價格是非常合理的 那因為我們現在來到的這邊 已經現在是晚上的11點46分 好 跟台灣有兩個半小時的時差 那我們現在肚子超級餓 所以我們要點個外賣 好 那要再等待30分鐘 趁這段時間就好好settle down一下 那剩下的我們就明天這樣再說 明天基本上的行程就是在Clambo 度過一整個早上 可能到下午時間 那我們就直接 搭乘巴士前往Dambula 就是我們要來看這個 在City Lanka的世界文化遺產 就是那個獅子鹽 這個獅子鹽我上次來的時候沒有上去 因為它的門票很貴 我只跑到旁邊另外一塊石頭 那這個故事的話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來跟大家講 明天就是好好帶大家來這個首都可人波 好好的逛一下 有什麼好吃好玩的 好 選到了沒有老闆 你看 它都沒有圖片對不對 完全沒有 對 我們只能靠那個 靠文字 OK 好 吃飯 你先上 包包偏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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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属东印度公司从荷兰的手中取得斯伊兰卡的控制权 当时还称作西兰 1948年从英国的统治下独立脱离 但直到1972年才改国名为现在我们所熟知的斯伊兰卡 但到了2019年开始了一场实无前例的经济危机 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 外汇储备耗尽和巨额的外债 再加上COVID-19 使得斯伊兰卡最重要的旅游业大受打击 还有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攻击接踵而来 2022年的7月5号 斯伊兰卡政府正式宣布破产 这边因为土土超级多 然后又有摩托车啊 又各式各样大车小车都有 然后像那种minivan也有 那因为在斯伊兰卡的首都Colombo呢 它是交通枢纽嘛 不管你要去前往山中康齐小镇 或者我们等下下午要去的那个Dangulak 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的繁忙 好 那我们先来找地方吃导餐 然后逛个市集 那在斯伊兰卡这边很特别喔 你要找餐厅呢 你不能找restaurant 你要找什么 你要找hotel 就是我们所谓的饭店 所以像后面那间的话 就是房里已经进去找位置了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早餐吃什么 这个呢就叫做Samosa 如果有去过印度的话 你会觉得它很艳熟 浓浓的咖喱味 而且它非常非常的饱满 你看 你看里面 好异 很好吃 咖喱吗 对咖喱 它味道很重很香 完全可以耶这个 这样多少钱 你还没付钱喔 真的 好吃很好吃 好吃耶 我觉得比刚刚的我们的咖啡店的还好吃 绝对比好吃 它是香 它是马铃薯蛋跟 蛮好吃的 有点起司的感觉 对 赞 Samosa 赞 它像韭菜盒 韭菜盒子 它里面是咖喱 咖喱韭韭菜盒 这会饱 这很饱 这个下去真的我觉得会非常饱 你看它的那个面皮超级厚实 碳粉炸蛋 碳水炸蛋 减肥的 这个面皮超级的 比较大约是三十 嗯 对 哇 去 去 好啦 来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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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剛吃完早餐呢 這一區齁 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欸 王爺我們現在在哪邊 我們現在在這個藥塞區 對 然後它其實有分兩個區域 OK 那這個藥塞區呢很特別 我們現在在叫 Dutch Hospital 它應該就是這棟後面白色的建築物 它是1878年就存在在這個地方 然後很漂亮 因為它這邊就是很多酒吧的區域 然後你看後面的建築物 我覺得走在這一區齁 就是有點殘破的那種歷史感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海蠻不錯對不對 那種感覺 對啊 就是有一種歐洲龍頭的 對 就是那種殖民時期的一些建築 老建築 然後這邊其實都滿有一些fancy的店 你知道嗎 1517年 葡萄牙人來到了可倫波 並以紀念哥倫布命名這座城市 整座的城市超過了600萬人 所以到處塞車的狀況屢見不鮮 現在又遇到了我的最愛的地方 就是要買那個 我的生活 這講話很大聲 老闆 就要買那個鈔票 舊款了 50年我的生活 OK 50年 50年 歷史的店 OK 50年 I suppose tomorrow Can't speak OK 我現在變翻譯 Tetan Bank Bombs OK Really Tetan Bank Bombs The Bombs Yeah Bomb 所以它是不是因為 戰爭的關係 它的耳都聽不到一道 被炸到 9 9 9 OK OK So how much for this one This is not too much price 5$ 5$ Can I take a look? Yeah 好粗魯喔 OK OK Thank you 好啦 開門紅 OK 可以開了 OK 可以開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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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過了一個小河流 來到了Peta區 那Peta區這裡呢 在中央市集 不是在中央車站的旁邊 那這邊就有很多市集 我們可以走進去 到處亂況 那賣什麼東西 基本上名稱用品都是啊 所以我們現在看外圍的 可能就是一箱電器啊 然後螢幕保護貼 這邊到處都有 然後吃吃喝喝 我們來看一下 有什麼東西可以買 然後一杯飲料的話 好扯喔 欸芒果汁一杯10塊台幣 真的喔 對 沒錯 超級便宜 對 那如果你要在這邊辦那個SIM卡 也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東西就要小心一點 那再來是 我覺得 頭髮好像有點長齁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有沒有那個Bobbershop 可以先剪 來剪個頭髮 來體驗一下 斯里蘭卡式的剪法是如何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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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早好一點 對 對 哪裡 OK 我們現在要來個 wine store OK 雖然現在才早上10點半 那我們來看一下 Lion Lion Beer 其實還不錯 如果冰一點更好 真的喔 Lion Beer 是來到シリランカ一定要喝喝看的 雖然他溫度اب沒有很低 但是試試看吧 OK 就是一般的Logger啤酒 一瓶這樣子不到30塊台幣 雖然很早 但是不會太熱了 去看看嗎 走 還走前面 先看前面 partnerships 很棒 Hand 呀 呢 呢 來來來來來 紅色清真寺是可倫波的地標之一 建於1909年 百年的古蹟 特殊的外觀特立獨行 遠遠的就可以看到它的存在 非常的顯眼 路內參觀不用錢 但是要算好時間 早上11點剛好有一團英文導覽喔 這邊在整個基島室最重要的就是 後面這四根桌子 這個是查數 你沒有聽錯 不是什麼張木或其他的書 它是查數 你有看過這麼粗的查數嗎 然後已經一百多年歷史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景點 好熱好熱好熱 對 它的地上完全不髒亂 對 非常非常乾淨 非常非常乾淨 你看 然後你找不到任何的垃圾桶 但是卻沒有任何的垃圾桶 這個還蠻特別的一個點 對 那像我們這條 它可能就是賣絲綢啊 賣布料為主 OK你可以訂製你的衣服 那前面的話也有婚紗 然後像 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那旁邊的一個market 看有沒有東西吃 好像有一些食物啊 對 local food 這是最重要的 好的各位 那我們剛剛 歷經了有點九死一生 其實也沒那麼誇張啦 就是因為我們來到這個floating market 今天呢 要穿越它的長途汽車站 噢 剛剛真的是很緊繃 怎麼樣 剛剛覺得如何 有點累對不對 人很多 對人很多 然後又一直炸汗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邊要幹嘛 你找到的 黃毅找到那個floating market 想喝酒 然後休息一下 我們需要坐下來休息一下 對 然後在這邊好好的吃個中餐 那下午我們就直接走到對面的汽車站 搭大概四個小時的車子 而且我們車子很特別喔 應該是沒有冷氣的 基本上你在 斯里蘭卡交通很便宜 但是就是像這樣子的校車 有點像那個我在 中美洲搭乘那個chicken bus 像這樣子 好 吃飯吃飯 逛一下逛一下 東方明珠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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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烈建議這裡不要來 浪費時間 根本就是騙觀光客的 這邊介紹一間很讚的海鮮餐廳 位於濱海大道旁 Cinnamo Grand的五星級大飯店 裡面的Plate海鮮餐廳 魚貨各式各樣 而且都非常的新鮮 現點現做 好 我覺得這邊我們剛看一下價格 其實一個人五百多塊 而且龍蝦一百公克是兩百二十塊台幣 乾杯 這杯多少錢 這杯 九十塊 八十塊台幣而已 可以啦我覺得這種 這個價格 再這種五星級 這是基本上我們在 濱海大道 剛剛離那個中央車站 大概是十五分鐘左右的車程 很棒的一個地方 看那邊的環境多棒 餐廳美 七分家 炒飯 蝦子再加上兩條魚 這樣一個人也只要六百台幣 對了 還有兩杯大大的啤酒 CP值超高啊 好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 不知道從何下手的中央車站 現在兩點半 剛吃得飽嗎 還蠻爽的 好好吃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好 沒關係隨便問吧 對 因為它這邊其實有分 像剛剛有看到的chicken bus 或者是有空調的車子 那價格的話絕對不會貴啦 放心吧 好 來 黃毅交給你了 耶 往前 無聊 黃毅。 川群 530秒 他說我多久合開 兩點五十 厲害 好 hopeless 超慢 你走的時候可以開窗 وال 我必須 啊對齁 拜託你讓我可以開窗戶 那媽媽絕對會中暑 媽媽交給你了 好啦 那我們現在已經上車了 再過五分鐘就要開車 那過去大概四個多小時 四個小時 然後一個人是五百三 就是五十三塊台幣 五十三塊台幣 OK 那... 車上很熱 因為它沒有開空調 它只有開窗 對 所以你要選一個就窗面的位置 再來呢 它等一下音樂會放超大聲 斯里蘭卡士的音樂 跟印度音樂其實很像 這個音樂可以嗎 天草 我們接下來四個小時都是這樣子 可不可以不要一直放 不行 天草 這樣的音樂就持續了三個小時 所以這邊強烈建議 來到斯里蘭卡 降噪耳機一定要準備好喔 我們已經坐了... 坐多久了 三個多小時了 現在已經六點... 不對 快四個小時了 對 三個半小時 我們大概兩點五時 剛剛我們發車三個半小時 我們來到了... 快到檔布雷了 大概還有再半個小時車程 蠻累的 而且人超級多 然後... 最主要是沒有冷氣啦 所以你的汗... 乾了又是濕了又乾 大概就是這樣子 來到斯里蘭卡 這還只是第一天 所以... 要有心理準備齁 如果你沒有包車的話 大概只想這樣子的... 的... 搭車人生 怎麼樣? 什麼感覺? 它開好快喔 飆車一路按喇叭 你看起來好累喔 很累 坐得很累 坐車比走路還累 唉... 快到了快到了 剩半個小時 不錯 看起來很累的我們 搭了四個小時的車 喔 那個位置真的有夠小 那黃毅呢 現在在跟路邊的司機討論一下 到底哪邊有好吃的餐廳 那從這個蘭波拉的市區 到我們的住宿 大概只要十分鐘左右的車程 那我們先吃飯 然後我等一下要剪頭 剪個頭髮 今天這部影片的最後 我們就用剪頭髮 來完成 這部影片的 精彩旅程 OK 好 旁邊就有一間那個 Bobber Shop 先吃飯吧 要找飯嗎? 那個有一個不錯的 但是他推就不吃了 我是沒吃啊 我隨便吃啊 那就吃這個啊 好啊 想不到吧 我們剛剛去吃完晚餐以後 要去Bobber Shop 它竟然關掉了 所以呢 這變成說明天的 唯一的工作就是看完獅子眼 然後再來 剪頭髮 好 那這邊就是我們這次的房間 黃毅這房間多少錢 七 八 加稅九百塊 九百塊台幣 然後廁所也很棒 重點是它還有一個 那個游泳池 跟它還有一個小陽彩 給大家看一下外面 你看 陽彩這兩個長椅 不要 DAM 雖然這邊很暗 OK 放你這邊 好 那反正重點呢 今天的行程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這是廁所 我們明天早上七八點要出發 我們下個影片見 好 掰掰 呼